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到底谈不谈真的还是谈假的呢 最主要是国际股市 目前再度出现压回的卖压 画面上你所看到 是Dowjones目前的期货盘 下跌了0.32% 下跌了超过百点 纳达个跌幅比Dowjones来得深 下跌了0.64% 跌了91点 此时此刻 现在时间是傍晚的5.37分 欧洲股市的德国股市跌幅 相对是比较重的 大跌了将近两个百分点 目前下跌了1.96% 大跌了超过200点 而现在的油价又再度冲高了 特别是布兰特原油 曾经一度 特别是它的期货交易 一度来到105 那现在最新的报价是 大涨了3.42% 大涨3.35来到101.32 而黄金目前也是一个上扬的格局 目前金价越走越高 来到了1916 再度重回1900 目前上涨了0.5% 所以到底今天的反弹 明天能不能持续呢 我们回到台股近日最重要 不过外资倒是从大卖超 已经转为买超了 目前由大卖超转买63亿 所以让中刚创下了半年新高 而投信则是买买买 连续买 已经连20买 最近还在买 智原创新高 而且持续的出现 嘎工走势 领先越过2月24号 黑K高点 特别是那天是带亮沙盘恐慌 在今天领先越过的 似乎已经消灭了那天恐慌的情绪 所以台阳中沙公道涨停板 跌身谷也出现强谈了 连电台达电 在间收出了长虹 而有些创波段新高的个股 是不是有机会强横强呢 长龙已经来到150了 创8个月新高 我们稍后一一帮你来做解读 刚刚来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俄罗斯台商协会创会会长 杨碧成阳会长 官好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专栏最佳网上志 官员大家好 以及资认分析师苏卫元 主席好 大家好 参与所助理教授谢晨燕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分析师蔡正华 大家好 以及前国发会副主委邱俊荣邱教授 大家晚安 好 今天开始 刚刚带您来关心的是 俄乌冲突虽然在这中间 曾经露出一束曙光 也就是在昨天进行了谈判 但谈判破局 明天还要谈 所以似乎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 使用的是边打边谈策略 我们来问一下威元 整个盘势在今年亚洲股市的反弹 是在反映什么呢 对 今天的一个亚洲股市 普遍都出现一个反弹 包含像台股 韩股 日股跟港股 其实涨幅相对都大概一个百分点左右 那台股的一个涨幅相对是 更强的一个状况 那就如同刚刚君姐所讲的 其实市场上面在反映 边打边谈 其实只要有谈 市场上面就有希望 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这个上涨的一个态势 所以我们接着去看 这一次的一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双方谈了一些什么东西 那在这个普丁跟法国总统 马克宏谈的这五个小时的电话当中 普丁私事大开口提了三个要求 为什么叫私事大开口呢 第一个他要求要承认 他在克里米亚的主权 第二个他要乌克兰去军事化 换句来接受乌克兰 你不可以有自己的军队 同时乌克兰要是中立的 要是中立的概念 就是你不能加入北约组织 你不能加入欧盟 他提出这三个条件 当然会破局 不过明天还要再谈 对 所以边谈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 就是说一谈完之后 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 轰炸的一个事件 就是在这个 基辅出现一个轰炸事件 而且这一次俄罗斯 用的是一个很强劲的武器 叫做真空炸弹 这个真空弹不是开玩笑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东西只要炸去 它会吸收周围的空隙 然后产生所谓的一个冲袭波 它的一个炸弹的威力 会比一般的所谓的一个炸弹 还要强 它的巴刺威力相当于 44吨的TNT的炸药 类似小型核武 这个就大家就非常的担心 另外其实俄罗斯目前 有没有在进行所谓的围城攻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CG的一个部分 现阶段呢 因为本来这个俄罗斯 是从南北做一个夹挤的一个部分 可是呢 现阶段 俄军在乌克兰这个基辅的部分 集结了大量的装甲车的一个军队 那它的车队呢 延面了多少 延面了40英里 就等同于64公里的部分 那有可能再次的发动攻击 有没有可能引爆核战 对 因为我看那个俄罗斯摆出的架势 很恐怖 对 我想全世界都很担心 因为俄罗斯这次有秀出了这个 它的军事肌肉嘛 对不对 你不听话 它就使出这样的一个杀手箭 它有所谓的一个核三位一体 好 什么叫核三位一体 就是说它同时拥有了 洲际的弹道飞弹 观众你看画面 洲际弹道飞弹 以及呢 深这个浅色的弹道飞弹 以及呢 战略轰炸机 这三种都是非常厉害的核磁武器 那美国一听到这个消息 它就突动它的末日军机 那168的部分随即做个侵犯 所以两边的军事冲突 有没有可能一触即发 所以呢 在这样的状况下 市场上面是立刻做反应 原物料出现一个大涨的一个态度 好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核弹头呢 是美国加英国加法国还更多 俄罗斯的核弹头高达6255颗 美国 英国 法国加起来也没那么多 所以我们来听听普丁怎么说 他说呢 如果乌克兰的问题不解决的话 如果西方在持续的干预 不会让全世界付出史无前例的代价 他指的是核无的代价吗 我认为 Vladimir Putin 我告诉你北约也是核无集团 好 不过全世界都被普丁那一句 要付出前所未有的后果而相坏了 所以原物料出现大涨 我们来看原物料到底涨幅怎么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个黄小玉的一个部分 其实整个州涨幅像玉米涨了7% 小麦涨了12% 黄豆也是大涨 特别是这个镍跟铝的部分都创下了新高的一个状况 甚至像靶金也出现大涨 那天然气跟原油就更不用讲 所以在这次的状况之下原物料通通出现大涨 就是因为说其实这个欧美国家其实已经铁了心了 就是说我这个Swift要给你制裁要给你下去 所以造成所谓的原物料的一个大涨 那这个Swift这一块的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也带动着所谓的汇市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波动 因为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鲁比的一个部分 其实已经鲁布的部分出现了一个重扁的一个状况 那扁了这个将近30个百分点 那市场上面的民众 俄罗斯的民众都出现了所谓的一个挤兑 我们看这个鲁布的部分 鲁布的部分其实从这个2月28一路到这个目前为止 已经这个跌了30%的一个状况 扁了30% 对扁了30%的状况 那民众已经出现了一个挤兑的一个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说 这会造成市场上面的恐慌 那民众相当的担心 俄罗斯会不会再次使出核武攻击 要值得大家特别留意 好 所以史上最严厉的制裁 也就是被称为核弹级的金融制裁 让欧洲股市现在时间是5点46分出现了大跌 虽然亚洲股市在今天全面出现反弹 但欧股在跌什么呢 就在跌扩大制裁 在跌Swift 这个史上最严厉的金融制裁 所以我们来看现在欧洲股市的最新表现 我们再次为您查播 画面上您所看到的是 德国股市目前越跌越深 大跌了超过两个百分点 已经跌幅超过300点了 所以欧洲股市反映的是核弹级的金融制裁 不过在今天刚刚稍早我们特别谈到了 外资竟然由卖转买 三大反而在今天联手买超了151.47 外资终止了连五坎 在今天是由卖转买 让台北股市收复了五日线 所以我们请陈彦带我们来看 外资为什么在战争仍然看起来 非常严峻的情况之下转为买超呢 会不会一个地球两个世界 所以外资觉得说 相对这个区域是不是比较安全 所以资金开始回流 因为我们看到他所买超的 都是在之前十大卖超里面 像第一名的群创 之前在上个礼拜之前 就是之前卖一头拉骨的 现在把它捡回来 第一名它开始捡群创 第二名是谁 联电 我们看一下 群创的部分它买回来对不对 这之前它卖超第一名 来 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 买超的那一张表 好 今天买了联电是第三名 买了24447张 买超第一名的是金融股 不要忘了现在已经是三月了 三月是什么日子呢 是联准会要决定要不要 升息 升级码的重要关键时刻 我们来看外资开始 再度回股了金融股 周星鸡买了3971张 还有长榮买了27000多张 长榮在今天我们特别提醒你 在上周五的长榮国际的选举 是变天翻盘 是弟弟派获胜 你看联电买了24447张 大同电动车 华锡 阳明中刚群创 复绑金 所以整体看起来 其实外资的态度 开始有一些转变 但是还是不脱原物料 升息的议题 以及之前卖超的这些股票 我觉得是一个好现象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外资 今天买超的一个部分 最近强劲买进的 很有趣 他其实也很爱这个殖利率 包括你看中刚配3.1 殖利率这样算起来8.1 外资的买盘已经开始回流 这个买气已经回来 我觉得中刚特别讲一下 因为中刚这种大牛股 很少出现这种挑战 这种大涨 我们等会来解一下中刚好 另外长榮的部分 殖利率高达12到14% 没错 现在市场估20块 如果3月15号 这个他的法说会 突然说 甚至比20块更高的时候 会不会再持续往上喷 现在法人也在关注这件事情 好 长榮创破端性 对 那包括旺宏 其实这一波以来 除了投信以外 外资也进来买进 而且现行也不错 那另外是华新 其实原物料相关的 也有带动起来 上个礼拜其实 昌星也有跟大家提到这件事情 那新复发的部分 配了2到2.5 殖利率有5到6% 包括新鲜的部分 殖利率有6到7% 所以整体来看 我觉得外资现在回来 但是操作上 还是稍微保守一点 它还是以殖利率 为主要的导向 好 所以我们整理了 外资连续买超 而且有高值率题材的个股 这些个股有些像长榮市 创下波段新高 有些是要挑战波段新高 所以这里头最重要的两档 我们请陈彦 带我们来看中刚和长榮 我们先来看中刚 中刚在今天是 跳空开高 跳空开高 当然跟它盘价开高有关 没错 我们从日记性的角度来看 这种这么大堂的大牛 今天也跳舞了 大象会跳舞 在今天是 跳空大涨创半年新高 其实不光只是说 而且量很大 要提醒他量有19万2500 非常大的量 当然不光只是说 他的这个配息很好 其实中刚在之前就有讲 第二季开始 他们会调高他的盘价 而且从三月就开始 果然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大家也别忘记了 这一次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这个地区 对整个原物料的一个影响 尤其是在铁矿沙的部分 所以钢铁的需求增温 那它的价格又往上涨 当然对它有利 我们可以再缩小一点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 其实中刚算是整理了 很长一段时间 非常长的时间 平台整理了这么长时间 在今天出现跳空 所以未来持续突破 前高的机会是非常大 而且我再提醒大家 今年下半年 整个基础建设开始推动起来 对钢铁的需求 还会持续增温 我们再来看2603的长荣 长荣的股价在今天 也是创下了波段高点 对那当然上个礼拜 我觉得特别要关注就是 因为长荣国际变天的 大家会担心说 会不会影响到 整个公司的营运 甚至配息 但是我们从目前整体 法人买进的一个情况来看 实际上丝毫不受影响 而且我也认为后面搞不好 反而这个家族之间的一个 这个稍微小斗争 可能还能够持续的推往上推 搞不好之后 还有委托书 这个真委托书的情况会出现 我们来投一下票 因为人际又毁航运了 特别是水手好开心 再度回到货柜 现在盘面上的航运股呢 是海上的比天上的厉害 天上的又比陆地的厉害 所以我们来投一下长荣 能不能适度追价 请举牌 认为可以追价的给圈 请举一二三四 五票 会长也说可以 六票全员一直通过 好 谈完了外资之后 当然要谈到投信 投信是打仗的时候呢 不管多严峻 打也买 谈也买 天天买 买了二十天 很多人说投信里头呢 有护盘的银子 有官股的色彩 有政府基金在里头 所以投信已经是连二十买了 我们再来看他今天买什么 第一名中钢 对 也是中钢呢 今天投信买一买 讲了最重要一定是钢铁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两档 还有包括大省档 买了不少钢铁股 我要留意 今天来讲的话 投信最重要一定就是在钢铁股这个部分 长荣也买了 对 另外金融股 也买了金融股 开发金 中信金 买了 我们最近搞不清楚 他为什么一直买的 人保和业业 这是过去投信不喜欢的股票 但当然他本身是 优质的基友股了 也买了友达 那显然就是说 这个部分的话布局 投信还是属于防御型的 就是说他第一个买这个殖利率有高的 然后有获利的 然后以钢铁来讲的话 他刚刚有题材 刚好在这边涨上来 那如果说我们对比 他卖掉的股票的话 稍微来看一下 就是负财跟台北科 事实上mini LED这个地方是有 今年最夯的题材吗 对 所以其实投信在这次很明显的 就是说他强势的一直买 他弱势的反而在这边做调节 有这种现象 因为最近这两天 其实负财没有掉下来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用K线来看 这一段时间以来 投信的动作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说 包括你看人保 连强 NB加通路 他是一段时间都一直不停地在买 这个部分的话 我认为说他可能会持续 在这个地方买下去 那当然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强势的股票 他们并没有卖出来 就是说支援他持续在创新高 期许还在走 对 甚至于IC社新中 有些新挂牌 还在嘎 对不对 还在嘎 还越嘎越强 我给我转薄 对 然后我们来看大家说 今天有一些虽然没有涨 但是因为他是因为创新高 今天有小拉回 这个部分的话 他投信你看三轮部组 双红 或者是我们看他载版的猩猩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再更加确定就是说 投信他事实上 还在这边买一个防御型 然后创新高了 他们会续报 稍微转弱了 他们反而会调节 这是目前来看 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好 那大盘你怎么看呢 那我们来看大盘 注意一下 因为刚才这个阿官讲到 就是说三月中旬 有这个美国升息 对 联准会的利率 最恐慌的状态 在破了前提之后 你看他出现一个反弹 对不对 所以理论上来讲 来到前高附近的话 也许在下个礼拜 会有一个小鸭回 交代一下升息的一个利空 利空出境之后 可能就要停下 今年的主身段 所以就马你认为 俄乌战争最恐慌 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了吗 对 不会再来打第二只脚吗 第二只脚会配合 那个美国升息的那几天 那一只脚打得会不会伸呢 不会伸 我认为说这个地方应该长短脚 左边这一只脚 应该是右边这一只脚比较短 拉回来不要破它 只有机会老上 做一个今年的主身段